食物是我们人体获得能量的主要来源 那么不同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可以起到不同的一个刺激作用 我们的胃肠道它的蠕动是有规律的 那么在这个不影响胃肠道蠕动规律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择食物 适当的食物来摄入 对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功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般的来说 我们最常见的食物主要包括 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一些粗香味的食物 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胃肠道都有一定的促进功能和作用 比如说是我们常见的吃的大白菜 芹菜或者是韭菜 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肠道起到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 再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果 比如说是一些含纤维比较多的水果 这些水果对我们胃肠道都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吃的这个南方大米 就是糙米 这种米呢 纤维含量比较多 那么它的食物呢 会对我们胃肠道呢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呢 食物是我们摄入能量的主要来源 食物呢 不能把食物当作药物来吃 那么仅仅靠食物来起到药物的作用 这点呢 是我们食物达不到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食物的摄入过程当中呢 首先要合理地搭配我们的食物的成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水果了 蔬菜了 这种情况下呢 对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也对预防便秘呢 能够起到一个很有益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订阅